主任,他很難拒絕 他挖了葉謙一眼 很冷冰冰地說 《快要上課了,那你跟我走吧》 葉謙對賴哈姆皇室郎曖昧一點 主任,那我先走了 你慢慢,繼續繼續 嘩,這句話真是話中有話 那賴哈姆皇室郎又怎會不明白 葉謙威所笑容的意思 也點點頭就說 嗯,以後有什麼事需要幫忙 儘管來找我吧 看到葉謙和賴哈姆皇室郎 竟然這麼好談 而且,葉謙的鞋友 拆到皇室郎立立立 對鞋 令到秦悅心裏便忍著忍著 在這間學校裏 是阿水都知道賴哈姆皇室郎為人很差 都不知有多少女同學和女教師被他禍害過 而面前這個傳校生葉謙竟然刷行鞋 秦悅即時就把葉謙自動歸類為皇室郎那種人 離開教導主任辦公室 葉謙就跟在秦悅後邊 見到他走路的時候 美團在扭下扭下 立刻不由得由心而發 的讚嘆聲 接著就暗暗沉沉沉 哎呀 嘖嘖嘖 又圓又梟 極品啊極品啊 記得聽完下一集 第三十七集 秦悅突然停下腳步 葉謙一個不留神 跟他來了一次親密接觸 尷尬的就是 葉謙某個部位 竟然頂了一下秦悅好笑的臀部 感受到頂部船內的那一絲溫暖 葉謙煞那間心曠神怡 他想停留多一會 不過見到 秦悅他瘦味緊緻 眉露憤怒的樣子 葉謙立刻 好方塞塞地退後兩步 啊 陳小姐 你為何無端端停下 其實意思很明顯就是跟秦悅說 剛才頂到你 不好意思 別怪他 別怪他 是你自己秦悅走走走走 無端端停下腳步 他無心抽水的 而這個時候 秦悅的臉色真是 哭到不得了 因為他的竅團 從來未被任何異性碰過 現在竟然被這個 無恥的琴獸鑽孝生碰到 糟蹋了 於是秦悅就罵了一句 無恥 剛才他都感覺到葉謙是挺拔的 這個無恥的轉孝生 竟然走路都會這樣 真是色中狂魔 人中極品 葉謙聽到秦悅這樣罵他 就不願意了 喂 畢竟都是大好青年 竟然被他罵無恥 擺明就是污別他 雖然 葉謙也承認 他當時是有點猥瑣 但剛才明明是他不對 葉謙也沒有怪他勾引自己 反而還惡人才告狀 想到這裏 葉謙就眉毛一挑 哼 罵誰啊 我幾時無恥啊 我都沒有對你做些什麼 葉謙說完之後 秦悅就反駁了 就是罵你 就是你對先 其實秦悅很想說 剛才你找些灰鎖東西頂了我的屁股 難道不叫無恥嗎 但是 話到嘴邊 始終都是沒有說出口 畢竟都是女性人家 不是那些飢渴的熟女少傅 那些這麼曖昧的說話 又怎麼說得出口啊 再說 就算說出來 我想作用都不大 反而像是 小兩口在打情罵俏 那麼葉謙 都不是那種不知進退的人 他懂得適可而止 既然秦悅沒有說 他都無謂糾纏 本來 他留給班主任的第一印象就差了 葉謙不信一直差下去 畢竟 他對這班主任有很大興趣 外加很大的衝動 如果可以把 熟透但未被從咬過的 蘋果摘到手 那自然就最好不過了 秦悅面色憋憋的 很嚴厲的就說 你給我聽著 我是你的老師 麻煩你以後叫我秦老師 明白嗎 葉謙一本正經地回答 沒問題 其實 我都覺得叫你秦小姐有些生愛 不如這樣 你叫我葉謙 我叫你秦悅 或者月月 這樣好像比較親切 蛤? 月月? 秦悅聽到這個稱呼 有點錯愕 喂 眼前這個是鑽孝生 為何無恥到成個爛仔 不是這樣的 月月這個名字是她叫的嗎 然後秦悅就冷冷地哼了一聲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從我第一眼看到你開始 你就欺負我憎 如果不是王主任 硬把你塞離我這個班 你以為以你這樣的垃圾 我會允許你來點呼我的班級嗎 葉謙無所謂地送一送肩 她完全不將秦悅的辱罵當作一回事 其實對男人來說 女人的辱罵往往都有兩種含意 就看你怎樣看 你可以將她想像成對你詐喬都微嘗不可 葉謙就將這一點做到極致 當然真的要很厚很厚面皮才行 而剛巧葉謙就具備這一點這麼重要的元素 葉謙堅定就說 我都老實跟你說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 我就喜歡你了 就算你拒絕王主任的安排 不讓我讀你的班 我都會想無數的辦法接近你的生活 你… 秦悅激到有些講不出聲 跟著就說 跟我走吧 你給我記住 你最好不要犯些甚麼錯 要不然你不需要之意進入我的生活 我會立即令你爛 葉謙就騎騎笑了 沒問題 好像我這些社會主義大好青年 怎會犯錯誤呢 你給我定吧 安心等待我進入你的生活 秦悅就哼了一聲 沒有再說話了 她就是一個冰山的美人 不擅長鬥嘴 又怎會是葉謙的對手 所以很明智地選擇合起來 如果不是 只會比葉謙更加得戚 法語專業 在華夏並不算是業滿專業 一般都是選修的 雖然外語學院是有開設專門的法語系 但是每個班級人數不多 來到法語系03班門口 秦悅轉轉轉對葉謙說了一聲 進來吧 接著就走進去 葉謙無奈地領領頭 心想 唉 女人 接著就走進去 去到港台 葉謙眼神不斷掃一掃 嘩 坐滿人 座無虛席 女生只有十幾人 剩下四十幾個 全部都是男同學 那就不由得有點嘔吐了 差異地想 現在的大學生這麼好學嗎 其實 他又哪知道 今天來的學生 很多都不是法語專業 那些男同學之所以來這裡上課 無非都知道 法語是03班 美女多 而且還有一個被整個學院捧為女神級別的老師秦悅 雖然只是簡單地掃描了一眼 但是葉謙就沒有發現可以說豬扒 恐龍級別的美女 心裡就想 咦 難道我趙雅不是讀這個班 沒理由的 胡哥明明說趙雅是讀這個班的 難道他今天是酒堂 葉謙在默默地打量班上的同學 而同學同樣都在打量他 尤其是那些女同學 見到葉謙 嘩 兩隻眼射出一些歌詞 同學愛新鮮 戀愛大過天 英俊的校草不是沒有 但是好像葉謙 認得來 又真是相當有男人味 就真是未遇過 個個在心想 咦 難道她是新來的老師 好有男人味 秦悅就簡單地跟同學仔介紹葉謙 各位同學 同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位就是新轉過來的同學 葉謙 然後就指著角落下一個吉位就說 那裏有個空位 你就坐那裏吧 聽到葉謙竟然是轉校生 那些女生都有點意外 不過就更開心了 雖然說現在時代進步 感情世界都開放了很多 但是私生戀 始終對他們來說 都還是有點禁忌 如果葉謙是學生 那真的所有事情都容易辦 而那幫男同學 一聽見葉謙竟然是來讀書 竟然有點鬆了一口氣 然後露出皮疑的眼神 心想 嘔 藍馬 就來做得人老闆了 還來讀書 真是丟架 很明顯 他們是覺得葉謙都幾二十歲人 走回來讀書 不放鬆得點 面對這些競爭對手 這幫男同學是相當之有自信的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三十八集 葉謙向著秦月子的角落看一看 只見一位女同學一念鄙視看著她 好像是她仇人 眼神當中充滿著不屑與驕傲 葉謙心想 這個女生好微好貌 怎麼好像全世界都欠她錢 見到這樣 葉謙無奈地領頭 就向自己的座位走過去 都不知道為什麼 葉謙始終都覺得 她會跟那個女生發生一些關係 當然 不是什麼親密關係 不過 葉謙為人 對女生一向都很少發脾氣 尤其是美女 當然 既然 又醜樣 又多激吉的除外 坐下之後 葉謙少少便說 你好 同學 我叫葉謙 以後 大家都是輸幼仔 多多關照 這個美女 不斷瞄了葉謙一眼 還多多關照? 你以為這裡是賭閣嗎? 嘩 你一系列連環炮 聽到葉謙馬上飆了冷汗 什麼樣子又這麼老嗎? 是就生得急些 但是不至於叫大叔吧? 不過 想想 其實這個稱呼都不錯 哦 是啊 有句話叫 活到老學到老 只要生命不適 就學習不止 你說這樣對不對? 這個女同學 就無奈地領領頭 老老實實 大叔 你都一把年多了 還來上學? 吃飽沒東西做嗎? 大叔 你都一把年多了 為何還這麼幼稚? 還生命不適 學習不止? 唉 我看你的腦 還是有點進了水 葉謙少少 他也是當女同學 說的東西是耳邊風 接著就轉話題了 對了 聽說你們班上有個同學 叫做趙雅 你知不知道是誰? 這個女同學很緊張 看一看葉謙 就問了 你找他做什麼? 葉謙就說 哦 其實沒什麼的 我聽人說 那些人很壞的 說趙雅他又刁蠻又醜樣 所以想著有個心理準備 避就避吧 免得以後得罪他 那面前這個女同學 就很大力地挖了葉謙一眼 想大聲說 但是 因為上課又不夠膽 唯有壓低自己憤怒的聲音 就說了 你才又刁蠻又醜樣 你有沒有見過他 你怎麼知道的 葉謙很驚訝地看著他就問 你…這麼激動幹什麼? 我又不是說你 我… 我… 女同學 嘔嘔嘔了一陣子就說 我… 我不理啊 總之你說他不好 就不行了 葉謙就有點迷惑了 蛤? 你們不會是… 不會是… 什麼吧? 女同學 就板上臉就問 不會什麼啊? 你想說什麼呢? 葉謙立刻解釋 哦…沒事… 沒事… 沒事… 其實她心想 你們不是… 玩BL吧? 不過… 現在想想 這樣說 好像對女生不太好 再說吧 人家什麼取向 是人家的事 關自己的Q事嗎? 話說回來 現在都講究的是 愛情自由的嘛 很多國家 都允許同志結婚啦 人家女同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何必大驚小怪呢? 女同學就問了 什麼… 什麼… 你到底想說什麼呢? 葉謙就答 沒事了… 還是… 專心上課… 上課吧 但是女同學 就不依不撓地追問 不行啊… 你一定要說 必須要說啊… 葉謙無奈地領領頭 那… 我說的啦… 是你逼我說的 女同學很皮疑地回答 蛤… 你為何這麼婆媽呢? 還是不是男人來的? 葉謙就說了 那… 你的話法就要解啦 婆婆媽媽呢 跟我是不是男人是沒有關係 我是男人 是出生就注定的了 如果你不相信 隨時可以驗一下的 我只是想問呢 其實你跟趙雅 是不是情侶關係呀? 即是… 童子 這名女同學 很明顯就聽不明白 童子是什麼意思 很迷惑地看著葉謙就問 童子? 什麼叫童子呀? 葉謙這時候 就好像過來 傳道授業解惑的長者風範 開始美美道來 就這樣的 童子呢… 官方解釋就是 自同道合之人 民間解釋就是 喜歡… 男生喜歡男生 女生喜歡女生 例如 你喜歡趙雅 趙雅喜歡你 但其實你們 應該是異性相級的 但你們偏偏 就是同性相級 這樣解釋 你明白嗎? 女同學生氣爆爆地 看著葉謙就說 是誰在亂說廿四 替我不吹爛他的嘴 那個眼神 憤怒到 令葉謙都不敢懷疑 如果他夠膽說 那句說話 是他所說的 分分鐘 又有課堂命案 葉謙看著女同學 生氣爆爆的樣子 他的心肝仔 嚇得逼迫逼迫跳 於是小心翼翼回答 就… 不是… 你不用那麼激動 我也是… 不停地說一下 我只是覺得好奇 剛才我說趙雅的時候 你為何那麼緊張 所以… 就有點猜測 你不用激動 千萬不要 沒有激動… 沒有激動… 我罵死你啊 女同學話音光浪 就拿起葉謙的手 一口勢下去 葉謙剛才見她那麼激動 就覺得 筆筆也沒有那麼糟 但還沒等她反應過來 這個女生竟然出口 好啊 於是痛到… 啊… 即時 整個班所有同學都看過來 秦月更加憤怒地挖了葉謙一眼 女同學 很明顯她猜不到 葉謙竟然喊到那麼大聲 搞到所有人都看著自己 暫時 面珠燈都紅了 同時又挖了葉謙一眼 轉頭過去 葉謙就對著班上其他人 嬉皮笑臉了 沒事沒事 剛才的蚊子很大力 嘩…好痛 你看 其實同學心知肚明 雖然不太清楚 具體發生什麼事 但都猜到 看到大家 都把眼神轉過去 重新注視美女教師秦月 葉謙就拿起一口看 嘩… 手刮上邊 清晰印著兩排牙齒印 無奈地說了一句 嘩… 嘩… 你這死小女生熟狗的嗎 嘩… 但是呢 就被女同學聽到 氣爆爆地回答她 你才是狗呀 葉謙無奈領領頭 唉…好難不予女鬥 女同學也很痞疑地 看了葉謙一眼 很明顯就說 你也算好難 嘩… 沉默了一會兒 女同學就說 對了… 你找趙雅究竟什麼事啊 葉謙就回答 你也挺八卦的 我找趙雅關你什麼事 女同學很困緊地轉頭 很生氣地說 嘩… 不說就不說 有什麼厲害 可惡… 哼… 說真的 又真的挺可愛的 我看著她生氣的樣子 葉謙見到她生氣爆爆 但是很可愛的樣子 心裡就有一種 想撩下她的衝動 於是又欺皮笑臉了 你真的好想知道嗎 好呀… 我告訴你 其實呢 趙雅的父親 就把她的女兒嫁給我 所以我呢 就特意過來看看版 即是說 趙雅其實是我的… 妙子 未婚妻來的 本作品由 紅達爾泰回星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蕭脈007 米小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39集 說開以後 真是… 剛巧巧 葉謙剛才在賴哈姆 黃室郎 訓導主任辦公室 剛巧就看到 她桌上 擺著學生檔案 而趙雅的檔案 最面的檔案 就是趙雅 所以葉謙 早就認得 旁邊的女學生 就是趙雅 不過 這個女學生 令自己擔心了這麼久 不撩下她 豁大底 鬼叫她 明明生得都幾省鏡 都要搞到自己 誤以為她是恐龍豬跑 趙雅聽完葉謙這樣說 驚訝大聲喊了出來 什麼 張葉謙 由頭到腳 由腳到頭 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番 嘩 驚為天人 她老爸的眼光 不是差到這樣吧 每年去她家 想和她 約會的青年才俊 富家公子哥兒 多不勝數 全部被趙天奴拒絕了 但現在 竟然將自己 嫁給一個 這樣 的鄉下 老爸 你是不是吃錯藥 趙雅 覺得自己一定 必須 盡快 找老爸 三口六面 說清楚 別玩了 要嫁給一個這樣的人 以後 趙雅還要出來見人 看看葉謙的醜樣 進不到廚房 出不到廳堂 上不到大床 以後 怎麼帶出去威 如果被姐妹知道 笑得她臉都黃 閘那間沒有控制著音量 趙雅太大聲了 即時 全班的同學眼神又看過來 趙雅本來就是學校的校花 大把兒子看她 聽到她這樣叫 自然反應都大些 一個二個 帶著仇恨的眼神都集中在葉謙身上 很明顯 她們認為葉謙這混蛋 肯定是做了些禽獸不如的事 否則 校花怎麼會這麼大反應呢 真是人老心不老 這麼大年紀 還想吃亂草 那些男生 立刻跌倒上去 馬上圍偶葉謙 秦月更生氣 因為她對葉謙的印象本來就差 誰不知第一天來上課 就不斷在課堂裡搞事 不是自己莫名其妙大喊 就是搞到趙雅莫名其妙大喊 簡直不把她這個班主任放在眼內 她好兇地挖了葉謙 秦月就教訓葉謙了 葉謙 請你注意你的課堂紀律 如果你再不認真聽課 做了這些小動作的話 麻煩你出去 雖然秦月做教師時間不太長 研究生畢業之後 其實她就留校任教 都成兩年時間 好像葉謙那樣 在課堂上搞事的學生 其實她真的未遇過 而且她對待學生的態度 一向都頗謙和 就算有個別的男同學 間不中 百厭一點 有些小動作 她都不會生氣 不知為什麼 她今天竟然這麼大反應 秦月自己都不明白 唯一解釋就是 葉謙這個爛仔真是太糟糕了 葉謙很無辜地看著秦月 虎笑 喂 MISS 不是我 我冤枉的 冤過豆鵝冤 他在VY鬼叫關我Q事嗎 秦月就更生氣了 他完全不記得 他為人私表 不是你做了誰 你當人家是神經錯亂 無緣無故大叫 葉謙呆地看著秦月 咬咬咬咬咬咬咬 就說 好 那是我錯 我是仆 Bush 我是臭屎我禽獸 我禽獸不如想得沒有 秦月猜不到 葉謙竟然搏嘴 還搏嘴得這麼牙刷 這麼囂的 放得不明就是灑流亡 他怎樣受得了 激到 全身當地打冷震 想到自己其实现在还在上课 他是个教师来的 没理由跟他烂仔争论 秦玉也咬咬牙 叶谦 放学之后来我办公室 我要好好地跟你谈一谈 叶谦又呆呆了 接着就笑 好,是呀,好,好 我一定去的 我也很想跟你好好聊聊天 叶谦特意把 聊聊天三个字加重了语气 弄得整句话很曖昧 秦玉听完又挖了叶谦一眼 都免得再跟这个烂仔糾纏 令砖头继续上货 秦玉的眼神一离开 叶谦就挖着叶谦 很小声地问 叶谦,你跟我说清楚 到底什么回事 叶谦就扮得很惊讶地看着叶谦 哎呀,我真的不明白你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呢 现在爱情自由 婚姻自由 就算叶谦他老爸说要嫁女儿给我 你也可以跟我公平竞争 你放心 我会用他老爸的命令来威胁他 再说,我也不知道叶谦什么样 说不定,可能是珠罗纪公园 茶餐厅的猪扒 我受不了的 如果真的这样 我直接让叶谦给你 听完之后 叶谦就很生气了 你才是珠罗纪的珍贵品种 你当我是什么 让来让去的 我又不是一件货 叶谦就扮得很亡言地问 叶谦就扮得很亡言地问 喂喂喂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叶雅 你生气什么 叶雅都不明白 其实他很恨这个仆街 但是当他说要把自己让给第二个 他莫名奇妙地觉得心里有条刺 哼,我就是叶雅 叶谦特意吓得嘔嘴 蛤,你就是叶雅 喂,你玩我吧 你这么美女怎么会是叶雅 我听人说 叶雅很丑样的 叶雅就回答 谁玩你啊 我就是叶雅 你不信的话 可以打电话问我爸爸 叶谦就小笑 睁着眼睛 由上而下 开始打量这个年轻 叶雅给她识迷迷的眼神 看得有些周身不自在 竟然莫名有一丝恐惧 你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没乱来 我会跆拳道 还是六段 叶谦就小笑 猜不到原来你这么省镜 身材很滑 真是发育得不错 该大的地方大 该小的地方小 早知你这么得 我就答应你老爸 趕快娶你吧 听到叶謙赞自己漂亮 叶雅就有点小小的得戏了 哪有女生不喜欢别人 赞自己漂亮啊 就算好像叶雅那样的美女 都不例外 不过 想到晚前这个仆街仔 竟然是老爸 帮自己找的未婚夫 赵雅就觉得有点忍住忍住 于是 又瞇了叶謙的眼神 想创你的心啊 我才不会嫁给你啊 谁答应你 你就去找谁 叶謙亦也是奇奇笑的 哎呀阿姨 你看真一点 你不觉得 我们两个很有夫妻相吗 叶謙一路说一路 一本正经地 红一面上去 本作品由 红达以太回声文化联合出品 为你乐力声演的分别有 暖暖生肖默007 米小虾 梁柏桥 记得 听完下一集 第四十集 赵雅的眼神好不舍了 瞇了叶謙几眼 大叔呀 你有没有搞错的 我们两个会有夫妻相 唉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就好像一朵鲜花 插在牛份上面吗 叶謙就继续奇奇笑了 你不觉得鲜花插在牛份上 那是肥料来的嘛 那是开得更灿烂了 那插在花瓶 是活肤位的 赵雅听完 无奈地领领头 不觉得啊 唉 总之我们两个 没可能的了 而叶謙也无所谓的 耸耸坚就说了 我不理啊 这头分事是你老爸定的 你不愿意的 你自己找你老爸说吧 赵雅就回答了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待会就打给他 叶謙笑了一下 就没再出声了 虽然他不清楚赵天豪的为人 不过如果他 以这个作为借口 保护他的女儿 他应该肯的 为人父母 谁愿意自己的子女 代自己担惊受怕 如果被赵雅知道 有人要杀自己 他一定很担心 所以叶謙肯定赵天豪 会配合自己 演这一出气 该配合你的演出 我十二不见了嘛 当然啦 待会他要先给个暗示赵天豪 免得到那时 赵天豪措手不及 不懂得配合 早上的课程 说这么快就上完 叶謙什么都学不到 整堂课 就在自自站和赵雅聊天 下课零声一响 同学一个二个就 哎呀 哭到刚刚睡醒的样子 当然啦 他们目不转睛 夹了巡月这么久 真是眼睛吃冰淇淋都会累 叶謙眼神周围掃 发现班上 竟然有一个自己的老熟人 但很明显 对方也看到自己 也不断眼望自己一眼 就起身走出课室 虽然他掩飾得很好 但眼神之中 透露出那一刹那的杀意 叶謙清晰感觉到 叶謙又来他的招牌戳嘴笑 虽然对方都挺有实力 不过这些所谓的实力 在叶謙眼内不算得些什么 不就是市委副书记的儿子 秦月收拾好自己的讲义 于是离开课室 来到课室门口停下脚步 转转头看着叶謙就说 叶謙跟我来一下 叶謙小笑 就对叶謙说 老婆仔 老公我聊聊天就回来 在这儿等我 看到叶謙嘴角 少得这么猥琐 叶謙也打个懒惰 叶謙 叶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